曹操 打不死的乐观主义者 第21集 刘备 我乃中山晋王之后 陶谦说人家刘备是废物 恰好证明陶谦自己才是废物 刘备只是看上去像废物 其实是顶级的蔫坏选手 据刘备自己说 他本是西汉皇帝刘起的儿子 刘胜的后代 属于皇族 可惜到了他这一代时 不知什么原因居然穷困潦倒了 刘备只好靠编织草鞋为生 他每天做的事 就是一边编着草鞋 一边跟人叙叙叨叨 我可是个皇族 大家因为他的草鞋便宜 所以就装作相信了他的鬼话 后来他遇到了两个社会底层人士 一个叫关羽 一个叫张飞 三人结为兄弟 开始到处寻找机会 发家致富 机会很快就来临了 黄金军暴乱 三人商议说 此时正是做抉择之时 要么跟着黄金军干 要么帮着政府干黄金军 刘备最终选择帮政府干黄金军 这不是他有多么高明的眼光 而是因为一旦选择跟黄金军干 那他以后就没法再以皇族身份自称了 刘备选择帮助政府打黄金军 走对了人生第一步棋 之后 他因为讨伐黄金军有功 被任命为一个小县城的公安局局长 后来董卓进洛阳 袁绍组织讨董联盟 刘备就跑去投奔了公孙赞 成为了公孙赞的马仔 公孙赞这个人没多少头脑 天天被刘备 我乃中山静王之后的言论洗脑 后来真就相信刘备是皇族之后了 可是渐渐他发现 刘备这孙子好像跟皇族没多的关系 刘备不爱读书 喜欢声色拳马 爱臭美 即使穷的吃不上饭 也必须每天都换身不同的衣服 爱臭美这个特质 大概是他编织的草鞋 为什么受市场欢迎的原因 据说刘备编织的草鞋 做工精细 设计一流 想象力丰富 别人只要一穿上 立刻就会成为焦点 即使在21世纪 刘备编的草鞋 也是很多大品牌鞋业设计师 所望尘莫及的 公孙赞对刘备的这些行为难以理解 更让他觉得古怪的是刘备的相貌 刘备这两条手臂一下垂 能达到膝盖 就跟一只大马猴一样 同时刘备的耳朵特别大 能搭了到肩膀 他的两只眼睛几乎就长在太阳穴上 所以能看到自己的耳朵 虽然公孙赞觉得刘备的行为和相貌十分古怪 不过他能够理解 刘备为什么广受欢迎 第一 刘备开口闭口就是 我乃中山静王之后 第二 在没有冲突时 他对别人永远都饱含善意 像是个慈悲的老和尚 第三 刘备和他的两个兄弟 关羽张飞 形成一种奇异的搭配 三人相貌都是非常奇怪 关羽的脸永远是紫红色 张飞的体毛重 胡子长了满脸 加上刘备的相貌 只要他们仨人往人群里一站 马上就会被人注意到 那些被吸引的人上来攀谈 刘备就会先说 我乃中山静王之后 关羽像喝多了一样摇晃身子 张飞瞪着灵荡大的眼睛 一个V型的马戏团就这么诞生了 正是这奇异的三人组合 让刘备很快就在当时各个军阀那里 获取了名气 刘备的故事告诉我们 有些时候 无论有没有本事 都必须自我包装 否则大势与你注定无缘 公元194年 曹操再次进攻陶谦 陶谦向公孙赞求救 公孙赞马上就想起了刘备 他恭喜刘备说兄弟 你大展拳脚的机会来了 陶谦那个笨蛋 让曹操打得屁滚尿流 现在希望我帮忙 你去帮陶谦对付曹操吧 刘备正用筷子夹肉呢 闻听此言惊恐万分 这筷子就掉地上了 脸色发青 他听说过曹操 知道这曹操不是个善茬 所以他支支吾吾起来 站在他后面的张飞 捅了捅他后背 刘备不用回头 因为他的眼睛长在太阳穴上 身后边没有盲区 他看见张飞在给他使眼色了 意思是赶紧答应下来 关于也在向他挤眉弄眼 刘备见两兄弟的意见都一致了 自己也没有推脱的理由 就顺水推舟 答应了公孙赞 三人回到自己的筑地 刘备责备俩兄弟 说你们俩为啥要接这个活 那曹操可不是黄金军 他不好对付 关于张飞对刘备说道 大哥 咱别天天吹牛 扯什么中山静王之后了 还是得干点实事 你看从开始创业到现在 咱连个老窝都没有 到处寄人篱下 那要是只吹牛不干事 将来咱迟早 还是得回家编草鞋 刘备终于被兄弟二人说服了 第二天就带着公孙赞 给他的几千兵马奔赴虚众 陶谦并不看好刘备 因为刘备根本就没打过像样的仗 所以他才说刘备是废物 可是刘备一到达他的临时根据地谈成 几番话过后 陶谦就改变了主意 认为刘备是个不世出的人才 这正是刘备的长相 他跟别人聊天 永远都是语重心长 情感丰富 说上几句话就泪流满面 让人忘记了他在说什么 只记得他是个忧国忧民的正义人士 陶谦后来对刘备的评价只有四个字 好人爱哭 好人这个评价值得商榷 但是爱哭却是刘备的人生标签 曹操可不管你爱不爱哭 英雄向来是流血不流泪的 公元194年夏天 曹操集结了他的全部兵力 向徐州进发这一次他改变了策略 在暴风一般席卷了陶谦的五个城池之后 他绕过了潭城 冰封直指东海和狼牙 陶谦让刘备去阻击曹操 刘备就带着他的两个兄弟和几千士兵 哭了一回上了战场 很快磨磨蹭蹭的刘备 就遇到了正在向东海急速开进的曹操兵团 阻击战这下变成了遭遇战 双方没有废话即刻开战 曹操的青州兵团如同虎狼一般杀了过来 刘备根本就无力阻挡 关羽的青龙雁月刀 张飞的杖八蛇毛 在传说之中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现在也只能随着他们的主人仓皇而逃 曹操一战就击溃了刘备 陶谦是痛不欲生 他觉得这回肯定是要被曹操吃掉了 他给曹操写信说 说自天下大乱以来 我从没遇到过像你一样 动辄就斩草除根的人 你这什么意思呀 你得给人留条活路啊 曹操回信说 我要让天下人知道 凡是对我亲人不好的人 我都要灭了他 陶谦叹息连连 哎呀 想不到我碰上这么个玩意儿 这是老天要灭我呀 不过老天并没有灭他 就在曹操势如破竹 马上就要攻陷谭成时 他的大本营眼周传来了恶号 张淼和陈公造反了 迎接吕布进入了眼周 还让吕布做了眼周幕 曹操大叫一声 我去这仨孙子 这一集我们就讲到这 下一集我们讲曹操第二十二集 反曹三人组 敬请收听 越是逆境越要乐观 曹操打不死的乐观主义者 作者杜音山 制作与子如一 主播张胡子 本书由独克熊猫军官方出品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